院长 院长 你们看我们说一说吧 林奶奶 你得说句话 你再不说话 你这都得经贵吧 林辰 你怎么来了 答案叫我来的 爷爷奶奶们 你们肚子饿了吧 我给你们送吃的 白馒头 大白馒头 林奶奶 这不错呀 你看 你就让我们光吃着白馒头 别急 还有 小米粥 大白馒头配小米粥 主要让各位 回忆一下最朴实的味道 小伙子 看不出来 你还是有追求的 那还要说 像当年 我们最艰苦的时候 偏偏又赶上大饥荒 村民全都饿得面黄鸡瘦 在我们连米汤 都喝不上的时候 政府给我们送来了粮食 说我们支教老师 都是好样的 今天 你们能享受到 这种幸福生活 真是来自不利 就是 是啊 林奶奶说得真好 我知道的 他们主厨啊 真的有事走了 他给我打电话交代过的 你看 今天 大伙都已经受到教育了 要不 那比赛就别取消了 您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好不好 好吧 林奶奶 您说一句嘛 林奶奶 行 不过一马是一马 就算你们改时间 那临阵脱逃的班长 林奶奶是我们 chef 那协服呢 什么名头啊 救生 走了走了 都走了 走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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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都弄慢点啊 是怎么回事呢 关键时候就不见了 张院长 你说刚才看见我们师傅离开了 是啊 她带着蓝小姐有事走了 这个师傅怎么回事嘛 这前脚刚表完白 后脚就搞这种事情 真是 靳靳 你别担心啊 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 我们先赶紧收拾收拾回餐厅吧 不是 我跟你说 叫 别说了 这不是火烧焦油吗 走走走 收拾东西 走 走 走走 переж 45分钟 走 什么怀疑 我根本就知道